各位同學,你們好,我是譚老師 聯合國定了每年的 4 月 23 日是世界閱讀日 設立世界閱讀日的目的 是希望推廣閱讀風氣 為了配合世界閱讀日 圖書館將會舉辦三項活動 同學只要登入內聯網 開啟譚老師在 4 月份記給大家的郵件 就可以參加這三項活動 現在譚老師就會和大家介紹這三項活動 第一個活動就叫做閱讀知識考考理 只要同學運回你們的年級 然後點選電右上活動名 閱讀知識考考理下的連結就可以參與 例如你是 12 年級的同學 就可以點選第一個連結 大家就會見到一張網上活動紙 大家可以按一按左邊三個圓的箭墊 一直向下拉 大家就會見到一些文章和有趣的故事 還有一些考考考大家是否明白這些文章故事內容的問題 請大家看完這些文章故事和回答問題 最後按提交就可以了 同學記得要在 5 月 8 日畫之前完成 表現良好的同學會有小禮物 接著看第二項活動 第二項活動就叫做同閱讀同分享 只要同學登入你們的電郵上面 活動名同閱讀同分享下面的連結 我們按一按它 接著就會見到另一張網上活動紙 同樣也是按一按左邊 三角形向下拉的箭墊 大家就會見到一些 引導大家去做一些圖書分享的問題 請同學回答所有的問題 最後按提交 同樣也是在 5 月 8 日畫之前要完成 表現好的同學也會有禮物 接下來會介紹第三項活動 叫做十本好讀選舉 這項活動是由香港教育成主辦 是一項全港活動 希望邀請全港中小學生 一起去選出十本你們最喜歡的圖書 以及一位你們最喜歡的作家 只要同學點擊在郵件上 十本好讀選舉下面的連結 就可以參與投票 一點擊的連結 就會去到投票表格的版面 請同學按一按左邊 向下拉的箭墊 同學就會見到70本候選圖書 以及69位候選作家的名單 老師希望同學先認識一下 這些候選圖書和作家才投票 都要用一些時間 怎樣去認識 舉個例子 例如大家想認識第二十本書 屁屁偵探這本書 可以怎樣做呢 大家可以點擊這本書的書名 大家就會見到這本書的內容簡介 然後再點擊試月 就會看到這本書的部分內容 不過由於版權的問題 大家看到的內容不會很多 不過都相信可以逐一令大家初步了解這本書 如果想認識作家 請點選作家的名字 然後就會見到這些作家的作品 認識過候選圖書和作家之後 譚墨斯想請大家先在心裡選擇 十本你們最喜歡的圖書 和一位你們最喜歡的作家 然後就可以參加投票 我們回到投票表格這個版面 然後請大家點擊我要投票 然後請同學以教育成的戶口登入 就可以參加投票 即是點擊請你在用戶名稱 輸入SWH 或然後你的學生編號 密碼請你輸入A 然後你的學生編號 接著請大家在方教中 拿回十本你們最喜歡的圖書 還有一位你們最喜歡的作家 然後記得要按下 請同學要在5月15日 或之前完成投票 凡參加投票的同學都會有小禮物 講到這裏 三項活動就介紹完 現在譚墨斯想做兩個補充 第一個補充是 同學除了可以透過開啟內聯網的電郵 參加剛才所介紹的活動之外 同學亦可以透過登入內聯網 然後進入圖書科筆記 然後在這個版面點擊左手面的活動名稱 同樣都可以參加剛才的活動 另外講到獎勵方面 同學參加每一項活動 如果表現良好的話都會有小禮物 最後譚墨斯還會看同學在三項活動裡的整體表演 接著就選十位表現最出色的同學出來 這十位最出色的同學還可以獲頒贈書卷 同學就可以憑書卷去書局買書 譚墨斯最後鼓勵同學 踴躍參與各項世界閱讀日的活動 並且希望同學越來越喜歡閱讀 這樣才真正體會到世界閱讀日背後的意義 拜拜